通过这部电影的话 你可以看到 就是公开式的婚姻 是怎么样一回事 然后他们的人的想法 或者是感情上的体验 会是怎么样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看电影的 不是就是要体会一种 平时我们生活中 体会不到的这种感觉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 南半球最火的 华语电影节目 大话说电影 我是你的主播老张 我是主播包子 很高兴再次跟大家 回到我们大话说电影节目 这是我们第237期 是的 今天早上起来 喉咙有点痒痒的 然后浑身没力 我又稍微怀疑 自己是不是中招了 我觉得这个挺奇怪的 因为老张你不是 一直在这方面很谨慎吗 对 这周我都没有出去过 然后我老婆又 就是一周两天回公司上班 然后他们公司里面 有人中招了 但他回来测了以后 是没有 没有中招 气候变化吧 可能是 对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因为我最近 有很多人跟我提起这个事情 就除了 这个疫情之外 还有一些每年固定时间 快要到来的这个流感季节 现在也到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从夏天 往冬天走 加上最近这段时间 下雨特别多 所以说降温呢 也是比较厉害的 还是要注意身体了 注意一下 对 现在澳洲的话 就是不下雨的话 就特别热 一下雨就特别冷 这个温度变化挺大的 不管怎么样的话 就是身体上稍微有点状况的话 现在大家都是挺怕这些事情的 我相信国内的朋友们也是 所以大家还是要当心一点 多注意一下 而且就是说 现在国内好像是电影院 也不是特别火热 很多地方电影院完全都关了 所以说跟我们的群里面的小朋友们 聊天的时候 也是这样 就觉得他们也是挺焦虑的 还是要保住自己 还在家里面继续看网上平台上面的东西了 对 今天我们要说的 就是一部网络平台上面的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叫Deep Water 深水 这部电影是由大本 Ben Affleck和Anna De Amherst 也是最近比较火的女星 从利润出鞘 一直到007 都是每次出来 都是特别惊艳的这样一个女生 有他们两个主演的一部片子 这部片在美国的话 是在呼噜平台上面的 然后在全世界的市场上面的话 是通过亚马逊Prime Video发布的 所以我上周节目的时候 就已经有说过了 Prime给他发了一个email 然后看这部片子 我看了一下这个片子 最开始的时候 对这个片子了解不是特别多 但是就是觉得男主角女主角 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面孔 帮女郎和前任 蝙蝠侠嘛 大本这个名字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 就觉得这两个人 应该也算是一个 就是比较好的象征吧 再加上助理一下 这个片子的导演 这个片子的导演呢 是Adrian Lin 他应该算是一个 非常老牌的导演了吧 他曾经做过我们 就是很多朋友 非常熟悉的那些 就是比较性感的那些悬疑片 但是他做片子 其实主要还是在90年代 和2000年初那个时候 出片子出的比较多的 我们比较熟悉像什么 陶色交易啊 还有什么unfaceful不中啊 那之前九个半星期啊 致命诱惑啊 这些片子其实都是他出的 所以有一点年纪的电影观众的话 对这个人物的作品 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我看到他的名字 在这个片子上 我就是觉得 其实也是挺惊讶的 因为很久没有看过他的片子了 对 20年没有出片子了嘛 然后之前你提到那些片子的话 大家如果熟悉的话 也能看得出来 就是这些片子都是 情色味道特别重的这些片子 我相信这两个演员 也就是因为有这个部 这个导演在导致部片子 然后才来演这部电影的 我相信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这个导演好像是从2013年 就和福克斯公司签约 要导致部片子了 但这部片子一直就是没有开始制作 直到福克斯卖给了迪斯尼之后 然后这部片子都没有开始制作 好像是到了2019年11月的时候 才开始制作这部电影 当然等他做出来的时候 福克斯已经不存在了 也是 而且我看了一下导演老爷子Adrian Lee 他今年已经81岁了 就是他做这个片子的时候 咱就往前推两年的话 他应该是79岁78岁的时候 才开始着手去掌控 拍这个片子 做制作这些东西的 有些时候我觉得 已经20年没做作品了 这个20年里面 这个电影的向前发展 包括这个视觉语言 另外一个就是 他经常讨论这些非常性感的 这些男女关系 而且不是普通的情爱的这种关系 这个东西在电影观众的眼中 和整个这个电影大环境里面 他整个技术 或者是对情节的要求方面的东西 其实也是不停在一步一步往前走的 所以说20年没有做这个片子的话 是不是还能够把它当年那些 我们非常喜欢的片子的质量 拿出来放到这个片子里 其实也是一个疑问 其实这部片子 说起来好像他20年没有拍片子 但是你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 看不到很多特别现代化的东西 因为这个故事好像是根据一部 50年代的一个小说改编的 虽然这个故事里面 男主角他以前的工作是做无人机的 但在这部电影里面 我们一个无人机都没有看到 所以没有任何科技性的东西 在这部电影里面 所以这部电影可以就是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里面 都是一样的 那个片子其实讲就是一个 非常成功的这么一个人物 他的名字叫做Vig 他是做无人机芯片的 但是很早就已经退休了 取得了经济自由 这个成功人士 他是非常低调的每天 除了骑骑山地车 养养自己的蜗牛 然后没有什么别的事 就是照顾自己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女儿 然后他老婆是长得很漂亮 但是这个老婆叫做Melina 在这个情场上十分活跃 不停地有各种各样的情人在他身边 而且他把这情人都带回家里来 跟Vig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奇怪吧 Vig最开始的时候 应该跟他是属于一种 比较开放式的婚姻节奏 对他就是在外面有情人这个东西 两个人其实是默许的 但是慢慢他对自己老婆 不停地把情人带回家来 这个事情就变得开始越来越酸 越来越嫉妒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 开始吓过这些人 然后慢慢就一步一步地 滑进地对这些人出手 这么一个感情险境里面 他身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人物 比如说有几个好友 然后有一个作家 这个作家其实也是属于 走进了自己的瓶颈 创作瓶颈 所以说对他就是比较关注 希望能够在他身上这些故事 这些细节里面 找到自己创作的源泉 在这方面给他作案 增加了一些压力什么的 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对 本来我看这个电影的预告片的时候 我以为这会是一个比较惊悚的 破案的这种片子 可能会有点像那个Gong Girl 是吧 也是差不多的 对 也是Ben Affleck 然后跟他老婆有关系的 这样一这样惊悚的一个案件 这样一个关系吧 但看完以后 我觉得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这部片子就是一个情色电影 因为它的剧情上面的话 没有很多悬疑的东西 可以去猜测 说实在 对 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 跟你几乎是一样 我相信很多其他的朋友 在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 可能也都会有这种联想 特别是看预告片的时候 应该就是觉得好像是 又出了一部类似于 像《消失的女孩》这种片子 但是看的时候 就觉得其实这个片子的ABC 这个流水障的味道特别重 其实讲的是这个人 一步一步的 炫尽谋杀的这么一个漩涡的故事 而并不是里面扑素迷离的 有各种各样的反转啊什么的 在这个片子里面没有 而且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描述这个老婆 如何在外面带回来情人啊 情人出现在他们家里面的餐桌上啊 这些故事 就是有些时候让我觉得好像是 首先这个电影的节奏 相对来说比较慢 然后呢就是最后在反转方面呢 也并没有给我们就是最近比较熟悉的这些 悬疑篇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惊悚味道的东西 就感觉好像是回报率相对来说不太高 可能是他还是按照这种 原始小说的这种步伐在走吧 虽然他最后的话稍微有点改变 但是整个小说这样形成下来的话 是没有办法做很大的改变的吧 我觉得 后来我看了一下 就是在IMDB上面这些片子打分 现在是5.4 那么烂番茄上呢其实是标称是个烂片的 他这个影评人士给他的评分呢 其实只有36% 观众的评分就更低了 21% 你看这片子里面有很多罗罗镜头 或者是床上戏啊什么的 可是观众评分比较低 这个也是比较惊讶啊 我们国内豆瓣的平台呢 评分是5.3 这跟国外的IMDB 基本上是拉平的 片子是一小时五十五分钟 老张你觉得这个 这个得分打分方面呢 确实是反映这个片子本身的质量了吗 你同意这个打分吗 我觉得从一个大众观众来说的话 这部片子的确不是那么刺激化 就是如果你冲着是 这两个大明星一看 应该是一部就是挺商业化的一部电影吧 如果你这样去看的话 我觉得是会比较失望的 但是你看一下这部片子 其实它的制作的话 50个命令都不到 特别小的一部电影 然后你在看导演以前那些作品的话 都是以这种情色为主题的这些电影 所以他想讲的一些东西 可能是挺小众化的 我在看完这部电影的话 就是感叹了一下吧 其实故事上面的确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但是这部电影 其实还是让我们去了解了一下 就是我们可能平时生活中 体会不到的这些东西吧 就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这种 像你说这种公开式的婚姻方式 是不是 但是通过这部电影的话 你可以看到 就是公开式的婚姻是怎么样一回事 然后他们的人的想法 或者是感情上的体验会是怎么样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电影 不是就是要体会一种 平时我们生活中体会不到的这种感觉吗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行吧 再加上这个男女主角的颜值 本身是挺高的 然后在表演方面的话 这部电影里面 他们两个的表现 还是在水平上的 因为我看过就是Ben Affleck 不在水平的这些表演 这部片子 就是从她的这个人性掌握方面来说的话 基本上还是跟Gun Girl可以打平的 我觉得Gun Girl特别好看 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那片子的剧本 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故事 而且它刻画的这个人物 就特别是Gun Girl里面 就是她那个夫人 就是精神都不太正常的那种水平的夫人 做的事情跟她两个人之间 这种针锋相对的这种两人关系 确实是扑朔迷离的很好看 这个片子 它就是这种ABC流水战士的 向前推的这个故事构架 对这个片子本身的吸引力来说 是有一点损失的 Gun Girl那个片子 就是里面好看 并不是因为Ben Affleck的演技 我还是 怎么说呢 我还是挺喜欢Ben Affleck 作为一个演员的 就是说他经过了很多高峰低谷什么的 然后现在回到现在这个状态 看到他的生活上的状态 和演艺方面的状态的话 我还是挺为这个人改到欣慰的 所以这部片子 我稍微给他较好 其实其中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挺喜欢Ben Affleck这个演员的 我看了一下 他写了大概七部长篇 包括像Good Will Hunting 然后就是Gun Baby Gun 这都是他2000年左右时候的作品 然后之后 他最近给老维写的一部片子 就是最后决斗也是他写的 但他的编剧 对于我来说都是吸引力比较强的 他导演的几部片子 包括陶利德黑兰 还有一个什么失踪的宝贝 Gun Baby Gun 这些片子对于我来说 可能吸引力都更好 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 有些时候他很难表现出那种 特别深邃 或特别犀利的东西 他总是笑眯眯的 也看不出来 还有特别多的这种 内在心理压力 这些东西 在他脸上都看不太到 我是挺喜欢他的这种笑眯眯的 就是说 他那种笑眯眯之中 还是带了一定的神秘性 和一些犀利性在这边的 就比如说他一开始跟老婆的男朋友在那边聊天 你就根本不知道他哪一句是真的 哪一句是假的 是吧 就是这种笑里藏刀很有危险性的这些语气什么的话 我觉得他这个表演是的确是在线的 就让我想到就是蝙蝠侠队超人里面 他作为Bruce Wayne 他不作为蝙蝠侠 作为Bruce Wayne 去参加那个Lex Lucid的那个party 然后碰到那个 他碰到Clockend的时候 就在那边跟他聊天什么的 就是去就是画中有画的这种状态什么的 我觉得他这些都是拿捏的比较好的 甚至比现在看的那个新蝙蝠侠里面的 这个Bruce Wayne要强多了 我觉得 所以就是我是挺喜欢他这种 看上去比较 比较relaxed 比较散脱的这种状态 但是其实他的眼神和他的语句里面 都是非常带刺的这种感觉 我就觉得他确实比较适合演一种 玩世不恭的这种人物 但是你看一下这个片子里面 他其实应该是演一个内心深处 受到相当大的折磨的这么一个人物 对于他来说 可能就是不是特别合适吧 我就对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当然在屏幕上面的时候 他们就是看起来都挺好看 但是这个男生 他应该是一直都是被这个老婆 在外面沾花惹草 而且把各种各样的情人带回家 绿帽子嘛 天飞的这种情况 他应该是对他老婆 仍然是深深地爱着 所以说对他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行为 是有很强的内心折磨在 那么就是这个东西呢 不太适合大本这个玩世不恭的这么一种 这种态度 另外你就是说这个女人呢 应该是属于那种穿透力很强 非常犀利的 而且性感到有点变态的那种感觉的 可是现在我看到这个 安娜迪阿玛斯 就是有点看起来太纯了 所以说这一点上也不是特别 满足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没有 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是非常变态的 但是他们的变态的话 不是你就是说 你看到变态就一定要像小丑 或者像哈利坤那样的变态 不是的 就是正常人的变态 其实就是这样的 其实Ben Affleck这个角色 在这个里面 他是看到老婆跟别人在一起的话 他是有一种快感在那边的 其实就是他的嫉妒的同时 他是有一定快感的 所以这是他变态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像在作案之前的话 他会去幻想他老婆 在跟那些男的在那边搞什么的话 他真的就是有很多这种幻想的东西在这边 然后这部片子里面很奇怪 就是说他养那个蜗牛 然后老跟那个蜗牛 把蜗牛放在手上什么的 我以为就是说 他是不是因为蜗牛给他接触 所以会让他产生很多这种幻想的东西 就有点稍微半科幻的这种感觉 但这部片子里面也没有这些东西 你知道吗 然后一开始他说 就是他把那个人给杀掉了 就是他开玩笑这么说的 然后他是一个做无人机的 我一直以为他是用无人机把那个人杀掉的 但无人机在这个剧本里面 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就放了很多这种空雷在那边 然后后来又有说 你知道吗 如果你吃蜗牛 不把他那个毒性给放掉的话 你是会被毒死的 那我就想 他是不是以前用蜗牛杀过人 或者在后面会准备用蜗牛杀人什么的 但也没有 就空放了很多这种炮在这边 是 我就是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一直就是对这两个人的变态程度 有很高的期待值 可能也是因为这么多年 我们从像什么沉默的羔羊 一路这么看过来 包括最近这个Gun Girl失去的女孩 就是这些片子给我们带来的东西 其实相对来说都非常非常的犀利 穿透力都很强 那么这个片子现在给我们的东西 相对来说就是有点比较温和的 所以我在脑子里面的时候 就是想象的时候一直都在想 就是说他在玩蜗牛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东西 首先像你说的 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毒素方面的东西 或者是跟他以前的历史 应该是有点什么关系 但是没有 后来我在想 有可能这个蜗牛就是象征着 他跟他老婆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他就是比较软 所以说才导致他们两个人最终会同意这种 就是开放式的婚姻的这种默契 这种默许 但是有些时候看这个女人比较 在屏幕上就特别作 会把这个情人带回到自己家里面来 完全没有这种距离感 或者至少对这两个人之间 婚姻关系的尊重 这也是让我觉得有点困惑的 其实这个老婆已经是不爱她了 但是她不肯跟这个老婆离婚 所以就是给她弄了一个协议 就是你可以在外面沾花惹草 但是你只要你不放弃这个家庭 就这么一回事 而且就你从这个电影里面可以看出 其实这个老公是非常在乎他们的孩子的 但是这个老婆很不在乎这个孩子 然后当他们说起我们有这个孩子的时候 老婆也说这是你决定的 就是他好像并不想要这个孩子当初 所以现在孩子很吵很闹的时候 他一直会活很大 但是老爸就是对女儿就是非常非常的体贴 非常非常的照顾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关系 然后因为老公不肯跟他离婚 所以他虽然同意了这样一个协议 可以在外面沾花惹草什么的 不过他也很想就是去惩罚老公 所以就是经常会去把这个限制 往这个限制上面去推 push the limit我们叫 然后就看他老婆会怎么 看他老公会怎么样发作 然后甚至的话会用一些语言什么的 去挑衅他的老公 就是要看他老公会怎么样发作 其实他就是这样的变态 就是欠揍 就是一种变态 那我一直在想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分房罪 所以说应该是在性生活方面 夫妻生活方面有一点问题 对吧 所以说才会导致这种两个人默契的 这种开放式婚姻 但是相互之间就讲点面子 大家都出来混的 你在外面怎么搞都可以 你把这个情人不停地带回到家里面来 在家里面就是这么明显的搞 实在也是有点过分 我一直在想 是不是他老公一旦要是说杀了一个人 然后呢 做了一些这方面比较刺激的事 然后这个在性方面 可能就会被这种危险性的东西而唤起 这样两个人能够在一起 这样他老婆是不是在外面 一直在寻找猎物 带回来之后 他老公就是希望他老公能够 有这种希望杀人的欲望 有可能以前曾经成功地做成过这种事情 那后来往后看了又发现 他老婆拼命把警察呀 各种各样的侦探啊都引进来 好像又没有这个事情 让我觉得感觉好像 这个期待只有落空了一下 所以就是其实我是挺 不能理解这个老婆的吧 这个就是又从一个男性角度来说 真的是不能体会到 这个女人在想些什么东西 就是说你已经怀疑你老公 把你的情人杀掉了 然后你还不停地去找情人 把这些情人带到家里来 难道你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的老公 把这些人杀掉吗 然后是不是你有这个 你也有这个快感 就是你的情人被你老公杀掉 让你有这个快感 所以就是这一点我是比较模糊的 就是我是觉得 如果电影往这个方向走的话 我可能对这个电影的情节方面 会满意很多 如果你要是想描写一个 比较变态的人 你就不要有什么顾忌 对吧 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他就是把这些情人带回来 让他老公杀 让他老公如果是说 一旦真是非常愤怒 杀了人或怎么样 然后就突然之间能够唤醒自己 对性的欲望 对老婆的欲望 然后这样一次一次地走 两个人其实是属于那种 看起来分崩离析 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 对这种暴力的东西 也是有一个默契的 这个东西我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他描写的这个男主人公Vick 他是已经是属于这种 就是成功人士了 经济自由然后就基本上 在物质生活方面 已经没有什么真的需要的 想要的东西都有 然后就是自己家庭生活 一种半隐居状态的生活 就是他不能够在物质方面 有任何渴望 就是已经太有钱了 那么就是说他需要的东西 其实是精神上刺激 就是为什么他跟他老婆 在正常的婚姻生活里面 得不到满足 需要找一些其他的东西去满足 如果往这个方面去走的话 走得稍微远一点 大胆一点的话 这个片子可能会好很多 而且这个片子给我们一些 其他的东西 比如像Vick这个人物 一米九 大个儿 看起来其实形象也是蛮帅的 又特别有钱 他身边有很多其他人的老婆 对这个人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所以这方面的话 这个片子也是给了我们很多 就是暗线 但是最后仍然都 一条线都没有利用 也是让人觉得挺 就挺失望的吧 或者我觉得 如果这部电影 索性就做得比较模糊一点 然后让各个人看完了以后 对这个片子 有各种理解的话 我觉得还OK 但这部片子 其实在最后的话 又把这条故事 给说得太明白了 那也就是说 没有很多的遐想空间给别人了 对 所以就是 哎呀 做的两面 就是这故事 我只能怪这个编剧 我觉得这个编剧 实在做得太差了 对 我觉得确实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 你刚才提 就是这个片子 其实还是 就是跟这个小说 有点改变的 但我觉得 如果你要是只改变一点点的话 可能不太够 因为这个小说呢 是一位女作家写的 她是1957年的时候 写的这本小说 那这本小说 你到现在 57年到现在 这小说已经快70年了 那么70年前 那感觉好像是非常变态 非常极端的 婚姻关系 两人关系 你放到今天可能算不了什么 所以说你这个片子 你拿过来 如果你想拍成电影的话 你必然要把这个人物的性格 和这个故事到底 你想描写一个 已经有点精神病状态的 这么一个过程的话 这个东西 你确实要稍微走得再远一点 加一点改编 稍微力度再大一点 稍微再疯狂一点 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于我们今天的观众来说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因为你如果说 就把当初的这三个情人 一个一个的走过来 然后最终老公开始出手杀人了 这个确实是 在当年可能是挺犀利的 但今天已经过于温和了 而且从这个时间线上来说的话 我们根本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感觉不到这个时间过了多久 就感觉这个女的 就是死了一个情人 就马上找一个情人 死了一个情人 就马上找一个情人 就感觉他的感情上面 是没有一个 给自己休息一下的 这样一个感觉 或者对这些人 有点伤悲什么的 这些感觉完全都没有 然后还有很多 就是搞不清楚的 就是比如说 他最后去 那个峡谷那边的时候 然后那个作家出现在那边 那个作家出现在那边 是他老婆 让那个作家去的吗 因为如果那个作家 就出现在那边的话 怎么会捡到 他老婆的那个围巾 是不是 因为就如果你在野外 看到一条围巾的话 你不会知道 这个围巾 是我隔壁邻居老婆的 是吧 所以我感觉是 他老婆派他去的 但是如果他觉得 他老公杀人的话 他就派这么一个老头去 有毛用 他们不是找了一个 那个私人侦探吗 那个私人侦探为什么不去 为什么派这个老头去 所以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就这个编曲 没有把原作 可能改编的很好 再者的话 原作他本来是一个女生写的 所以可能在这个老婆的身上 有更多 他对这个老婆的心理活动 会有更多的这种创作空间什么的 但在这部电影里面 这两个编曲编出来的东西 就完全看不到这些东西 因为这两个改编 就是编写剧本的人 其实都是男生 对啊 所以说就是有一些流失了 我觉得这个剧本里面 比较大的败饼 就是这个作家 其实这个作家 如果是做好的话 应该是这个片子 最大的亮点之一 因为他想描写 这个作家 是一个已经进入了自己 创作瓶颈的这么一个作家 就脑子里面 已经没有新故事了 但他突然之间 遇到了这一对夫妻 而且相对来说 关系比较变态的夫妻的时候 对于他来说 他其实抓住了 他灵感的源泉 他应该对这两个人的关注 再稍微多一点 屏幕上给这个作家 更多一点戏 另外一个我在想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Melina这个夫人 老婆其实是一个张花惹草 就是见着人 然后就会勾搭的这么一种人 那么如果说 把这个作家的年纪 安排得稍微年轻一点 让这个作家 对这个老婆 其实有一点幻想 但是他又得不到这个老婆 那么就是从 不仅仅是从 他这个事业写作方面 他需要追求一些材料和源泉 灵感 那么同时 他对这个女人本身 也有了一点兴趣 这个时候 这个人物 他的动机就丰满起来了 而且他老婆 在片子里面 其实他自己的老婆 作家的老婆 也是对Vick有兴趣的 所以这方面 就是人物的关系 可以错综复杂 搞得非常有味道 但这个片子 就是把他描写成一个老头 然后这老头 这个演员本身 又没有什么魅力 表演功力 也不是特别够 就感觉好像这个人物 非常非常的废物 在这个片子里面 就是完全就是这么 天坑这么一个人物 所以我对这个人物 其实是相当失望的 这个小镇里面 很多人物 跟这个家庭的关系 什么的 其实有很多 发挥的余地 就比如说 大本去学校里面 送他女儿 然后出来了以后 碰到一个妈妈 然后跟他说 听说你杀人了 怎么就不找我 帮你一块 消灭尸体 是吧 就开这种玩笑 那么这个女的 就是感觉 他能跟大本 说这种话的话 其实他们可能 是一起长大 从小一起长大的 可能是同班同学 什么的 就关系挺好的 因为这个小镇里面 人不是很多 一开party的话 大家都来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里面的人物的话 我觉得可以 更多的做一点文章 在这里面 也就是为什么 比如说警察来调查了 但是所有人 都帮大本说话 说这个人 就是一直很温和的 不可能杀人的 什么的 如果就整个城市 包括警察 也是这个城市里面的人 这个小镇的人 他们都不会去相信 大本是凶手 所以根本就没有 去调查这件事情 其实这方面 有很多可以去做的 我是当时你提 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是觉得 这些人的老婆 其实对大本人物 都是有兴趣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得手 大本是随便挑哪个人 带出去跳舞 然后这个人都笑得很开心了 感觉好像自己有机会了一样 那如果是大本 想跟任何这些人的老婆 或者身边的这些女人 包括那个作家的老婆 如果想跟他们出轨的话 完全是没有问题 但是大本对这些人 完全都没有兴趣 并不仅仅是因为 他自己老婆 长得更漂亮 其实我觉得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 他物质生活 或普通人的情感 这些东西 对于他来说 都没有刺激 他需要的 其实是其他方面的刺激 那么就是 更变态一级的东西 这个片子里面 就是感觉好像是接触了 但感觉好像是 有没有走得特别远 就是有点温温吞吞的 另外一个对这三位情人 你怎么看 这三位演员 三位有魅力的男生 我看男生 不会觉得那么有魅力 我不知道包子 你是怎么看的 但是我是对这三个男的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有一点很 就搞不清楚 就是 把最后那个男的杀掉以后 把他的钱包 放在自己家里 这你干嘛 你觉得警察不会到你家里来搜吗 我觉得那个地方是 这个片子 有意的留了一个败笔 就是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他把这个人 最后一位 应该算是他老婆的以前 前男友 以前曾经约会过 把这个人杀死了之后 把他沉在水里面 然后过一段时间 如果这个尸体要是烂掉的话 就是为了让警察找到这个尸体 不知道这个尸体是谁 要把他身上的东西都拿走 所以他把钱包拿走了 这个很正常 他把钱包拿走了之后 他骑着山地车往回走 他路过这些街道 他随便把这个东西扔在街上 任何一个垃圾桶里面的话 这个钱包是永远都不可能被找到的 你就埋起来就行了 根本不用放在自己家里面 对 放在自己家里面 就是为了让他老婆找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在今天的电影观众眼中 就是有点太幼稚了 这个错误有点低解 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 就是因为这个男的是 他老婆以前的情人 然后也是这个人 抛弃了他老婆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他老婆 知道他老公杀人之后 然后重新这个男 跟这个男的勾搭起来 其实目的就是要让他老公 把这个男的给杀掉 帮他报之前的情仇 可能是 我本来是有这个想法 但是这部电影里面 也没有表现出这些东西 然后我网上看了一些 就评语的话 有人说这部片子 是被大剪特剪的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里面是不是很多东西 就是不符合逻辑 或者看上去挺奇怪的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被剪掉很多东西 然后最后拼凑出来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故事 所以就感觉 这个编剧特别差 我不知道 这片子已经 一小时55分钟了 正常来说 像这种悬疑 就是怎么说的 比较性感的悬疑杀人剧来说的话 一小时55分钟 从篇幅上来讲是足够的 但这个片子说实话 他换这个男朋友 有点换得多 他在我们面前 一共是三位男朋友 再加上以前曾经提起过 就是失踪的那么一个人 其实在我们在电影里面了解 至少有四位 这没有什么必要 因为说实话 这四个人 就是我们看到这三个人 他们在性格上 或给我们提供的这些电影信息上 完全都没有什么区别 知道第一个人 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都不知道 第二个人是一个弹钢琴的 第三个人感觉好像是一个 就是做房子设计师 之类的这么一个人物 就是这三个人 他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新信息呢 没有 所以说这三个人 其实完全可以压缩成两个人 你说大检特检的话 我在想 就是因为我对这三位男演员 我其实都觉得不是特别满意 有可能是剧本给他们的这个台词吧 每个人都跑到他们家里面来吃饭 然后呢 就是不知道回避或者是尊重 就算是你是一个 在一个公开式的婚姻里面 你也不至于说 做得这么傻乎乎的跑过来 公开去聊这个东西 然后再加上第一个被吓着的那个 金发的那个男孩 我就是觉得说话 就是简直说得像爆傻气一样的说话 蠢得很 这个就是让我觉得挺难受 而且三位演员的演出的水平 其实也都是相当凑合 所以我觉得电影 应该是可以做更好的选择吧 在这方面 但不管怎么样的话 我看完这个电影的话 我很想买他那辆自行车 简直太坚固了 是吧 从那个山上 啪啪啪这么掉下来 然后继续可以骑回家 一点事都没有 这自行车的质量实在太好了 那你说这个自行车 我就想说 这个电影里面有几个镜头 就是利用光线 把这个骑自行车 这个人拍的挺好看的 这个算是 就是我们说 电影的一个亮点之一 那个镜头在那地方 停留了很长时间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不满意 但是大本 这个自行车骑的 他从头到尾也不戴头盔 也不穿自行车的衣服 什么的 感觉好像就是国内的哪个大叔 就上班通勤的时候 骑自行车穿的那身衣服 虽然我知道这个自行车 在前面提了很多次 最后指定会用到 然后最后也用到 他骑自行车从山上往下冲 然后追汽车什么的 这些东西都用到 但我觉得 是不是就是81岁的老头 就不知道这个山地车 骑起来的时候 应该就是 如果你要是说 业余生活 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就是骑山地车的话 你对这个山地车的 这个装备啊什么呢 或者骑山地车的 这个人物的形象 至少你要稍微尊重一点 这大本骑山地车 就是在街上溜溜的感觉 我是觉得他邻居的话 看到大本骑自行车 来追他车的时候 根本没有需要开那么快吧 就他自行车 肯定是追不上他的 是不是 你就慢慢地拖着他 给他一点机会 感觉能追上 让他用力骑 然后不用一个小时 他就骑不动了 是不是 而且不止 他为什么一定要 一边开车一边 还有拿那个手机出来 要发短信什么的 你正常开车 开到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 你在随便玩 你的手机不是很正常吗 这个东西就是感觉 好像把这个作家写 就是非常蠢啊 让我觉得智商不在线 这个感觉 让人太着急了 有的时候觉得 这个片子真的是 这些人物都有一点 在这方面都是有点勉强的 而且他不会用那个语音控制 是不是 Hey Siri Call my wife 是吧 给我老婆打电话 这个东西 电影一开始 我们就已经看到了 小孩在那边 Hey Alexa Play什么 对 什么什么歌 是吧 反正这个东西 我就看得挺 就是心里面就笑了一笑 因为我是在那个亚马逊上面看着 然后他卖这个Alexis广告 做得也太好了 对 而且另外一个 你说的就是小女孩 我觉得这个片子里面 比较成功的 人物塑造 其实一个最大的亮点 就是一个小女孩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因为我自己已经有小孩 所以我在看小孩的时候 现在就比较容易有这个公情心 我觉得小女孩塑造的 就是挺成功的 因为非常聪明 而且很可爱 又不是特别漂亮 这么一个小姑娘 就是你可以理解 就是为什么这个爸爸 为了照顾这个小女孩 他就不想离婚 然后就是甚至可以同意 跟老婆有这个开放式婚姻的 但仍然希望能够把这个 家庭的结构保留下来 就是来走上了这条路 就跟这个小女孩的可爱程度 其实是很有关系的 然后就看到这个小女孩 其实她确实也在可爱程度上达标了 其实这一点上 我对这个小女孩的印象非常深 我没觉得可爱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 其实跟她爸妈一样 都是很变态的 当然她是跟她父亲一样 是特别聪明的 就是说 她比如说在那边 做土豆的发电的东西 她自己做错了 但是自己知道 怎么把它给弄回来 然后她还问她爸 你是不是知道我做错了 但不告诉我 但她爸说 我知道你自己会发觉的 这些小细节上面的东西 其实挺有意思的 为什么说她变态 就是她也知道 是她爸把那个男的给淹死的 但是她在这个事情上面 一点都不恐惧 她觉得非常正常 她父亲这样做是非常正常的 她只是希望她的父亲 能告诉她 她是怎么做的 这一点上面是挺变态的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可以看出她父亲 她是非常支持她父亲 站在父亲那边的 就是她母亲 当要打包走的时候 她把她母亲的那个行李箱 直接推到游泳池里面去 然后就说我们不走 然后这个母亲 突然这个时候改变主意了 决定要为了这个家庭留下来了 但她从头到尾 对这个小女孩没有关心过 她甚至不想要有这个小女孩的 为什么小女孩说我们不要走 我们要留在这的时候 她就留下了 甚至她要走的时候 她为什么要带着这个小女孩走 她不在乎这个小女孩 对 她就直接自己一个人跑了 不就完了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女孩 其实她完全知道 她父亲在做什么东西 她是非常变态的 就是作为一个六岁的小女孩 她的心理成熟能力 应该已经是她的年纪的两倍了 至少两倍了 然后她爸形容她的时候 也是非常牛逼的 就是说我们让她自己选 要读什么学校 然后邻居问她以后考大学不会有问题吗 她说她那么聪明 如果去大学的话才毁了自己的人生 就是这种很牛逼的话摆在那边 有点就是属于这种低调的炫耀的感觉 但是这个片子最后在结尾的时候 并没有再给我们一个小女孩的镜头 所以我们其实并不知道 小女孩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女孩把这个箱子扔到水里面去了 之后跟妈妈说我们不要离开这里 然后这个小女孩就在屏幕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在这点上我就觉得 这个电影在结局方面做的不是很严谨 我知道很多其他的片子 就是为了这种悬宴方面的东西 或者给我们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所以说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讨论 或想象的空间 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子给我 并不是一个想象的空间 而是他并没有把这个结局给扎稳做好 就感觉好像是非常松散的就这么结束了 有些时候我就是看完之后有几个 有几个瞬间我觉得好像这个片子还没看完 是不是什么地方没对 所以我倒回来的那个结尾我重新看了两遍 就最后那五分钟的样子 他就是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圆满的结束了的样子 那就是回到一开始他骑自行车回来 老婆坐在楼梯上面等他 就回到这个画面 其实再多的也没有了 然后这个小女孩在最后彩蛋里面还出来 然后就在那边拼命的唱歌 对唱 这个彩蛋也是挺烂的我觉得 就很长的时间 感觉好像前面其实应该有个大人还在逗他 慢慢的去引他应该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 但他也是做到了 我对一个小女孩的印象其实还是不错 我觉得他至少是给了Vick一个 可以就是保持开放婚姻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女生在描写男生的时候 通常就是我们以前聊过 就是比较容易刻画出来一个非常刻板的光 就是非常完美的男生形象 那大本现在这个片子里面其实也这样 至少是有很多钱 然后有一个非常非常有爱心的父亲 然后对女人作的各种各样这种作死的货 全部都能够容忍 有火呢 又不往老婆身上发 又往其他男人身上发 这样的老公到哪里去找 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很有钱 就是说你可以看他们住的是一个木头的房子 然后他开的车什么的 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车什么的 穿的衣服什么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够钱退休了 但是也不是像你说的就是特别有钱那种人 但是在物质上面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奢求 我觉得也可能就是只在这个小镇上 你能买到这些东西里面 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需求了 所以他就是他可以活在这个小镇里面 就是说他在物质上面本来就是没有一个很大的追求 所以他现在拥有的这些金钱对他来说是够了 但是他并不是那种特别富有的人 看完这个片子之后 你对大本的印象是进步了还是原地踏步 我还是觉得OK的吧 这部片子的话我还是给他打个钟吧 我觉得就是作为表演上来说的话 两个演员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部片子的摄影 导演方面的话也是挺好的 很多镜头我看上去还是挺舒服的 比如说滚床单的这些镜头 或者他的幻想的这些镜头 其实拍出来还是挺美的 特别是你在看4K的话非常清晰 但是这部片子 它最弱的可能就是编剧方面的东西 也可能就像网友说的是被掐了很多东西 但非常能够看得出 就是电影公司对这部电影是非常没有信心的 这部电影19年拍 然后本来是要在2000年的11月份上的 然后后来也没有上 然后拖到2001年的时候说要上映 后来也没有上映 后来就直接扔到网络平台上去了 所以真的就是对 特别是Anna.Emerth这两年特别火 对 就是这样的一部片子出来的话 应该是可以卖一点票的 但是电影公司就是对他没有信心 我觉得至少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我们俩稍微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大本在一个片子里面 我观察到或者感觉到 他其实并不是特别想演这个片子 我一直都是觉得 他如果是对电影团队有什么不满意的话 这个东西完全就体现 他对电影的执着程度上 我觉得他可能是跟老头子 或者跟电影团队 或者编剧就完全有 怎么说呢 有艺术上的不认同感 所以说他就是在这个片子里面 基本上属于 就这么呼呼呦呦 晃晃呦呦 高高低低就这么过来了 所以这个片子里面 最大的失败点 应该就是这个编剧 我很同意你说的话 片子看起来其实挺舒服的 摄影方面有很多 有很多就是可圈可点的地方 主要是这个片子并没有给我们特别有穿透力 特别立体的这么一个故事 描述的东西实在是有点太温和了 而在今天的话 我们这种观众会情不自禁地 会期待更多 那么这个片子给我们也没有那么多 也给他打一个壳吧 就是说看了并不觉得特别浪费时间 但是也并不是觉得特别精彩 就是这样 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好莱坞可聊的事情 首先第一条是Amy Schumer 她是一位女孝星 也是今年三位主持澳奖典礼的女司仪之一 对于今年的澳奖 她表示她自己有一个非常棒的主意 要请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 客串出场典礼 她觉得可以应该是卫星 然后就是做这种现场的直播 或者是使用录像的方式 Amy在最近一次与Ju Barrymore 进行的一次谈话的节目上 说起这个思路的 最近乌俄之战也在好莱坞很受关注 好像是很多引擎为此发动了 各种各样的捐款活动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这个Amy Schumer 我就是挺讨厌这个女的 虽然今年是做奥奖司仪之一 但是这两年 其实她没有出任何讨好的作品 然后为了给自己炒作 你看弄出这么一条新闻 以这个战争为作新闻 给自己炒一个热度出来 说这样的话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就人家在那边打仗的 人家总统很忙的好不好 你说要让他来参加奥奖 这不就是为了你自己 给自己出风筒吗 所以我觉得这种人是挺可悲的 而且就好莱坞这种人还特别多 你说你自己国家侵略别人20年 打中东打了20年 挺没有必要的 我们节目上其实很少聊这些政治话题什么的 但是我真觉得这些白左真的是挺让我无语的 我也不觉得是白左吧 但是很多人比较容易有这种圣母心 特别是好莱坞这些人 你生活在好莱坞那环境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就是对现实生活或真实生活 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 就越来越脱钩 然后就越来越拥有这种非常圣母心 傻白甜的这种思维和思路 把世界上很多事情都简单化 跟我们今天正常生活里面的人 好像确实是差得很远 像我们如果是老张 你跟我的话 我们会提关于这种 要请人家总统过来参与的事情 感觉好像在他们脑子里面 这个东西就很自然的 除了他们的战争之外 这事件还有什么其他事情 不就是我们澳奖了吗 感觉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对了 这里我忘提了 就是我们下周节目的话 请普京跟我来 跟我们一起做节目 下一条是新蝙蝠侠这个电影 有一个被剪掉的片段 最近被华纳官方宣布 这是一个长达五分钟的片段 在这个片段里面 讲的是蝙蝠侠进入封人院 跟小丑直接对话 并且向小丑询问 关于证据方面的信息的 这么一个过程 小丑的扮演者叫做Barry Cohen 在这个电影里面 有正面露脸和蝙蝠侠进行对话 然后说了很多 关于他能够猜得出来 证据后面谁是谁 怎么样 这个对话显示 关进封人院的小丑 跟蝙蝠侠已经有过相当的过节 然后据导演Matt Reeves称 说这个片段 本来是应该计划放在电影里面 就是有一个警察局的头目 然后被杀掉了这个情节之后的 用来表示蝙蝠侠对女人 两个人之间过招 他心中有一种内心的不安全感 那么老赵你觉得 剪掉的片段你看了吗 你觉得把它剪掉有什么道理吗 我觉得这一点 我还是非常佩服Matt Reeves的 就是能狠下心 把自己拍的这些片段给剪掉的 但是我看了以后 我真的觉得这一个片段不怎么样 而且如果放在电影里面的话 会把电影往下拉下来 我现在觉得他们没有用这个片段 而是用后来蝙蝠侠跑到封人院里面 跟谜语人对话 然后里面有很多相近的这些台词 这个表现比这段里面要好很多 首先就是说 如果蝙蝠侠自己搞不定这些东西 要去问小丑的话 感觉就是蝙蝠侠你作为这个侦探 因为这部电影是一个侦探片 你作为这个侦探 虽然他在这部电影里面 侦探的能力不是特别强 但是如果你要去问小丑的话 那显得你蝙蝠侠又更没有能力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说这个小丑是一年前被蝙蝠侠抓住的 就是小丑这样的人物 蝙蝠侠都能抓住 你现在对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谜语人的话 你一点能力都没有 你反而还要让叫小丑来帮你 这个就不太不太像话 我还是觉得就是这个小丑 就是你拿出来的话 大家会把它和之前小丑电影 或者是Heath Ledger版的那个小丑去做比较 甚至和Jerrod Leto版的小丑去做比较 我真的从这个片段里面 没有看出这个小丑有很强的吸引力 会让大家觉得我想看下一部电影 然后里面有小丑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这个是比较会比较吃亏的吧 这一点 我是觉得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聊过这个新蝙蝠侠了 国内的观众朋友们 然后再看蝙蝠侠 蝙蝠侠这个片子呢 一个最大的亮点和认同点 就是这个片子里面 没有什么关于小丑的内容 就让我们想起来知道 其实蝙蝠侠除了小丑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对手可以看 然后这些对手其实每一个都是非常有料有菜的 那么以前的故事感觉好像蝙蝠侠跟小丑 这两个人就一定要在一起 一定要相互之间来回推手 我觉得其实是有点在小丑身上的聚光太高了 那么这个片子现在就是把这小丑这一段剪掉 非常非常好 让我们就是直接就关注蝙蝠侠和谜语人两个人之间的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说 也像你说的 这个小丑跟以前的小丑想比较的话 并没有什么新东西 看不到特别亮点的东西 所以说这小丑出现了 可能给这个电影并没有特别多的加分 魅力方面并没有什么增加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如果蝙蝠侠如果去跟小丑聊天的话 在结构上和在感觉上 就非常非常像沉默的羔羊 你在这一点上 很多聪明的观众看到这一点 立刻就会想起来 然后把这个片子跟沉默的羔羊去做比较 那这个片子就劣势了 所以这一点上把它切掉 完全是一个是一个好做法 而且如果你有这一段的话 你就没有蝙蝠侠去风人院里面 和那个谜语人对话的那个片段了 那段其实是做的挺好的 它里面就有让你很多猜测 这个谜语人到底知不知道 蝙蝠侠就是Bruce Wayne 这样一个东西在这里面 如果那个电影里面没有那一段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差很多 对 就是从一个电影体验上面的话 会差很多 所以我还是挺 欣慰他们把这一段给切掉 然后用那一段的 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影迷对小丑这个角色 是有这种很执着感 这个片段出来之后 我感觉好像很多人看了这个片段 就觉得非常非常兴奋 也是让我觉得比较不理解 下一条是谍中谍期 在经历多次疫情冲击之后 现在阿汤哥跟帕拉蒙电影公司 正在打官司 不算是打官司 算是意见分歧 据报道 电影公司希望能够保证在 电影登陆网络平台之前 在电影院里面有45天的放映权 而阿汤哥的期待是传统的三个月 阿汤哥已经顾问律师 对于跟电影公司经交涉 他表示45天时间太短了 会有很多人因为这个等待时间 其实并不是特别长 所以就可以选择不去电影院 而是等在网络平台上 然后再看掉 这就是影响了电影的总体观察体验 而且也影响电影院的收入 谍中谍系列 其实现在是帕拉蒙公司 一个最大的IP之一了 而且现在其实仍然在上升期 上一部谍中谍的电影 全球收入是7亿9千万 整个系列的累计收入 现在是35亿美元 他说的话是没错 但是我觉得他关心的 不是观影体验和电影院的收入 他关心的他是他自己的收入 这是很明显的 因为他是主演 再加上他是制片人 如果这部电影在电影院里面 可以放三个月 然后再上网络平台的话 他肯定可以拿到的 backend points会更多 就是盈利的百分比 他能拿到的是更多 是吧 如果只放45天 那么其实说实在 从30天之后就没有人去看了 因为大家都等 等一周就可以在网络平台上面看了 是不是 对 所以他是在乎这一点 其实还是在乎自己的收入 并不是说什么观影体验 和电影院的收入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私人化的东西 但是我看他现在已经是跟公司 已经开始拍 就是第八部也已经开始拍了 所以其实就是像你说的 还没有到打官司 只不过是律师之间的话 还是在妥协这件事情 所以还没有闹翻脸这么严重 律师的意思当然就是要钱了 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的 你想像华纳公司把这个神奇女侠 1984放在网络平台上的时候 一转身 为了让这个神奇女侠 Gal Gadot开心一点 光机一个大红包甩过来 对吧 然后人家就立刻就没话了 你愿意放平台就放平台 所以阿汤哥我预计也是这样 就是90天跟45天 它差了很长时间 有些时候我觉得 其实观察体验也是重要的 因为像《谍中谍》 8 7和8这种片子 其实确实是比较适合 在电影院里面看 那么如果是说 大家都在电影院里面看过 然后在平台上面去看的话 其实无所谓 只不过是重温 如果你第一次看这个片子 你就在自己家里面 电视上看的话 可能也确实是有点损失 当然了 这个为钱万也是很正常的 现在很多导演都是说 他们其实是在为 这个观影体验 和这个电影院的收入 而发出声音 但其实后面呢 其实也都是为 电影本身的利益在着想 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 《谍中谍》7和《谍中谍》8 应该是两个电影 就是back to back 这种设置的方式 其实应该算是电影 连接的非常紧密的 应该算是一个电影 切成两部吧 所以说7跟8之间 应该就是一个 非常寒混的一个界限 所以说7如果是做完了的话 其实8应该也是设置的差不多了 我是觉得其实 现在说这个放45天 还是放三个月 其实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 其实很多地方电影院 还是关着的 就像我们中国 是吧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觉得 如果这个东西能快点上 上完了以后 大家都有的看 总比像蜘蛛侠一样 要等三个月 才能在网络平台上面看到 满足这些 没有办法在电影院里面 看到这个电影的 这些观众的话 其实大家还是觉得 就是45天是挺好的 嗯 对 行了 那么这周我们节目 就说到这里 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 对我们的节目 订阅 点赞 打分留言 把我们的节目 分享在你的朋友圈 你的微信群 微博上面 告诉更多喜欢影视的朋友 一起来加入我们 我们现在所有的节目 都可以在国内外 各大播客平台上面 可以搜索得到 只要搜索大话说电影 对于我们的节目 或者讨论的影片 有任何的话题讨论 或者是意见 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中 跟我们留言 或者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话说电影 从中可以取得 加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 来我们的群里 和那些志同道合的 影迷朋友们 一起讨论电影 还是再次感谢大家 对我们节目 第237期的收听和支持 我是主播包子 我是老张 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